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即算是不一样的政治制度 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就是清心太少 熟悉的官僚太少 熟悉的朋友太少 他们虽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但是几十年来所积累的人民关系 还不足以让他们填满 他们所想填满的很多关键的位置 川普到了现在已经上任不短的时间 但是他很多的总统可以任命的职务 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像我们大家都在点点今天事 已经点过很多次的 美国的国际的广播理事会 简称叫BBG 那么理事会的主席 到最近才找到人选 美国的白宫已经把人事任命在昨天已经发布出来了 如果国会通过了以后 那么他才会正式上任 因为国际理事会 广播理事会是一个政治任命 总统任命 有了这个职务以后 相应的人士也就会进行调整 比如说广播理事会下面的美国之音的台长 是不是进行调整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之音的台长阿玛达女士 是一位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一位媒体工作者 她在美国之音的任上最引用剧目的一个事情 就是她对五位采访葛文贵先生的节目的五位媒体人 进行了停职处理 甚至在去年年底作出了开出的决定 那么我对这个事情做出多次的点点今天事的节目 对阿玛达女士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虽然这个采访的事件值得可圈可点 值得大家有很多的分析和反思 尤其是经过了一年多以后 人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作为当时候采访这个世界的五位媒体人 他们在这个事情中间应不应该承担如此重大的触发 我是提出严重的怀念 因为直播如火 这是一个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常识 怎么样新闻的人物在这些事情中间 受到某一些引于专业化的一种规范 怎么避免更多的困惑 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检视 明镜在过去的很多的节目都是采取直播的形式 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节目都会采取直播的形式 但是毕竟无论是明镜也好 还是美国之音也好 并不是自媒体 那么作为一个大众性的媒体 怎么要更加专业 怎么要更加谨慎 美国清相信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是支持 有人是反对 那作为明镜媒体来讲 我作为明镜的一个领导者 当然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思考 至少我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是有很多的措施 那么未来我们要给予纠正 给予反省 而且这个事情呢 确确实是也许从政治意义来讲 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这么大 但是站在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讲 值得反省的事情 检讨的事情非常之多 但是这些事情的过程 如果要承担责任 是应该由领导者来承担责任 比如说明镜出的这个事情 应该是由我的承担责任 而美国之音处理的这些问题 应该由美国之音的领导人来承担责任 不能由几位记者来承担责任 我希望国际理事会的主席上任以后 能够尽快地及时处理美国之音的这位记者的问题 就算是你让阿玛达女士继续担任台长 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台长很久可能很快会下台 几个月以后吧 今天之内吧 在美还是今天之内嘛 那么这个事情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合适的处理 因为这些记者不仅是 他们这个 从专业素养来讲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根本的问题 这个事情出现 是美国之音的管理混乱 所造成的 当然中共在这个里面 试图进行了干扰和影响 但是根本的原因 还不在于中共的压力 而在于美国之音内部的 这种管理体系 而且美国之音和明镜 有很大的不同 明镜的纠缩更多的是靠我们自己 靠网友来监督 因为我们是私人这个企业 而美国之音是拿了 我们哪许人的钱 在消耗的这么一个 公众性媒体 就是公共媒体 更应该 比我们这些明镜媒体 更应该 规范 更应该受到监督 为什么讲到习近平 他也是面临着跟川普一样的问题呢 就是川普 他之所以这么长时间 不能任命 国际广播理事会主席的一个角色 就是因为 他找不到人 他当地的朋友实在 太少 那么习近平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习近平掌握大权以后 他的很多的人士 都来自于福建 来自于浙江和上海 而且呢 他当时是作为一个省级领导 省市级领导 在领导福建 浙江和上海 那么这些官员 他们本来的素养 他们的视角 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性 不像川普的团队 川普的团队 虽然很多的官员没有经过一个官僚的阶层 这个历练 官僚阶层一级一级 从科长 区长 这个 私局级 部级 然后再到国家领导人 这个层次的历练 但是这些人 他们都是大商人 或者是大学者 那么他们本来就有全国性的事业 甚至有国际性的事业 但是习近平的团队有非常大的不同 这些人他在第十级干部 第十级的级别上的官位上 也许他们是一个不错的 这种中国体系里面的一个中下层的官僚 但是他们上升到全国的层次以后 他们的素养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眼光 都是不够的 但是呢 习近平的团队里面 他要真正能够用自己的人才 他没有川普那么大的权力 因为川普是通过民主选举所产生的一个总统 他去组织他的团队 有很多的职位 不要经过国会批准 有一些职位 需要通过国会批准 也只需要他的提名就是了 只要这个人没有重大的瑕疵 或者是那些议员不要拿这个事情 来跟川普进行讨价还价 一般来讲 通过任命的可能接触非常大 而习近平的团队里面 始终要经过一层一层的阶层的力量 他很难去欣赏一个学者 马上就把他变成国家领导人 而川普可以 而他不行 他总是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级别 给他们一个力量的机会 来呼呼中共官僚的特征 因为我们讲过嘛 中共的官僚特征就是一个政治机器人的特征 每一个螺丝 每一个部位 他都有一套一套的规则来确定 这就是使过去几年中间 习近平为了要重用自己的人才 总是把自己所欣赏的人不断地调动 所谓调动的一个结果 以后我们要是防止某一些官僚 拿到实权 拿到建立自己的派系 然后营业这个腐败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要积累他的这个力量 但是即算是这样 有一些硬的指标 仍然影响了习近平用一些人才 这个不仅是习近平 他用人才是这样 整个官僚体系 他都有一套政治机器人的特征 就像最近几天 大家很关心的人物的一个变动 实际上这个变动 它是官僚基本上的一种反应 或者是政治机器人的反应 就比如说像财政部的副部长 朱光耀先生 因为他是参与了 跟美国这一次的贸易谈判 是一个主将之一 但他在同一天 他还在公开露面 但是同一天呢 国务院的人事变动里面 发布了任免他的消息 就是免去他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 所以引起一些对官僚体系不熟悉的人的差距 认为这个里面很不清常 其实不是的 国务院的人事任命 和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的人事任命 它是有一些差别的 国务院的人事任命 它经常是集中一批人 集中一批人 多数是副部级的官员 那么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 这个审议任命的官员 那么国务院它集中一批 比如说三月份要发一批 四月份要发一批 五月份发一批 发一批 那么这些职位的任命 绝大多数的任命的理由 都是由于年龄的问题 尤其是被免去职务的人 往往是由于年龄的问题 到底呢 就应该退休 这是一个应勤的标准 朱光耀先生应该是1953年生的 他现在应该属于64岁吧 不是说几月份 那么他是由于年龄的原因 被免去职务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官僚内部 本身也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因为他这个任命啊非常简单 没有讲出来它的原因 所以最开始出现国务院的人事任命的时候 经常会引起外交的误会 就以为他免职了 就是彻职了 实际上免去职务和彻职务 是有很大的词应上的一种差别 那么政治局的会议呢 他有时候也会讨论到副部级的 或者正部级的人事 但是他本身呢 不能进行任命 除非这个职务呢 是党的职务 虽然国务院的人事 或者是各个部委的 各个系统的人事 都是由政治局这个会议进行讨论的 但是呢 有一些职务需要通过人大这个白手套 有一些职务通过国务院的人事任命 才能公布出来 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有一些职务 它是党的职务 那中共就可以直接的来任免 那么朱光耀先生 他已经被国务院免去了 这个财政部副部的职务 但是他还有一个党的职务没有免除 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委员会 财政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的副主任 就是这一次的刘鹤先生 那么刘鹤先生大家很清楚 是习近平最器重的 最欣赏的 实际上讲的是所谓一点 他是他的哥们 所以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老同学 老哥们 就是他经济上的一项顾问 所以他在国务院社会排名在第四位 副总理里面 第四位 但是他的实权 应该超过一般政治局委员 超过前面的几个副总理 甚至呢 要超过 一些政治局常委 所以有人说 第八个政治局常委是衰 有人说是王岐山 也有人是刘鹤 所以刘鹤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 很多人就说天堂捏一把汗 因为这个谈判确实不好谈 不过很有趣的是 罗斯 就是美国的这一次 大概五十个人 在北京钓鱼台 国民馆进行这个谈判 至少是在那里吃饭 因为要避免一些记者的干扰 记者去采访 和影响他们的谈判 所以不在一般性的记者能够进入的宾馆 因为国宾馆控制的比一般的宾馆要应该很多 所以把他们安排在国宾馆 那么国宾馆的美方参加了这次代表 大概五十个人谈判的罗斯先生呢 也是川普的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人 因为他当时作为一个投资家 帮助资方 最终呢 避免了川普的破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川普这个人呢 他的商业过程呢 在美国都是一个传奇 第一个是他官司多 麻烦多 搞房地产本来就比较多 何干是在纽约 另一方面呢 他破产多 他的破产官司不少 当然呢 他其中一个很令人痛险的破产 是发生大西洋城 所以有人说 纽约新载系列大西洋城的衰落 跟川普的这种浩大喜功 进这么一个超级豪华的酒店 最后面的营运远远不如他的预期 结果呢 最后不得不走向破产 那破产的一个结果 是他免除了责任 免除了责任的话 使很多应该在过程中间得到利益的人 或者是得到回报的商人 或者工人 最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所以才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上的连锁反应 现在大西洋城这么一个美妙的海边的城市 这么一个娱乐赌博和其他的消费生活的一个城市 现在还是摔入中间 有人把责任放在川普身上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问题是川普的破产 不只是大西洋城 他全部的九龙 在他其他的商业过程中间 他也有很多的破产的记录 当然也有没有破产的记录 比如说罗斯先生就帮助了他 进行免除一次破产 所以现在罗斯得到特别的器重 但是中美之间 这一次的贸易的重新 这个谈判 对于我来讲 或者是对于看了点点今天事的观众来讲 一点都不奇怪 我来讲到中美贸易战 是一场持久之战 是一场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之战 所以不会一时了结 因为这个巨大的 贸易涅茶三千多亿美金 不是一时 就能够完全达到的 即算是中共愿意让步 愿意全部认输 那中共现在一时间 也没办法来达到 川普所达的目标 但是对于川普来讲 他急功近利 因为他继续要有一些成就 尤其是要保住他的票仓 因为票仓的一种 选举的一种 胜利 是能够使川普继续推行他的 国际政策 国内政策 否则受到国会很大的钳制 如果共和党选举不力 那么他会有很多麻烦 不但有一些政治上特性的麻烦 甚至针对川普本身的一些政治行为 都有可能面临被调查的可能性 甚至不能完全弹劾的事情 不会被启动 因为川普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领导人 甚至也许历史将证明 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总统 你看看他不仅是针对美国 针对中国 进行了如此厉害的 贸易的谈判 他的贸易的制裁 报复措施 提高关税 那也针对很多国家 尤其是针对他的盟友 你看七国高峰会议的 财长会长和行长 发表这个视频 刚刚今天发出来的 就是在加拿大门开会 就是六国财长 原来七国是一个共同的俱乐部 现在其他六国都要来反对 谴责美国这种提高钢驴的关税 提高关税 实在说不了 但是川普他是美国第一 他是孤立主义 他一方面从价值观来讲 要跟你加拿大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他也站在一起 军事同盟可能也站在一起 但是经济上清新地 民双战 但是川普有这样一种 胆识能够做出这样一种行为 所以是欧洲国家 美洲国家 一些澳大利亚一些国家 亚洲一些国家 都是很担忧 不知道川普哪一天呢 会砍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川普在进行这些 经济行为的时候 大家要清楚 即算是明算账 比起来是清新地 这些国家的价值上来讲 这些国家的军事的同盟来讲 还是跟美国是紧密相关在一起 不会产生根本上的一种对立关系 这个和中美之间 是有本质上的一种关系 本质关系的不同 所以这一点大家应该就是 有比较清晴的认识 然后在同时候 我在点点今天事里面 也多次讲到了 美国的对国际的关系 有很多的缺失 有很多的措施 其中有一个 特别重大的措施 就是没有搞好 至少是没有理顺 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 川普总统上任之前 或者上任之后 他的表现在最后面想努力 想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由于在选举过程中间 俄罗斯的这种介入参与 引起了美国的经营阶层很大的欢迎 而且川普所任命的官员里面 有一些官员跟俄罗斯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上一次 不久之前 在被免除职务的国务卿 还有一些其他官员 跟俄罗斯的过于亲密的关系 在美国成为了一种 一种政治上极大的尊业 所以使川普 始终没有跟俄罗斯的 把这个关系理顺清楚 但是我说 你对这种全球性的这种战略 虽然跟欧洲 美国和你这种资本主义 民主国家的同盟 是一种轻轻立民上仗 你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面 还同盟起来了 还是有同盟关系 但是你同时 跟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 跟俄罗斯这样一个半民主国家 都同时产生这种 战略性的这种对抗 或者是战略性的这种竞争 你美国有没有这么一种力量 所以它跟俄罗斯的关系 这种僵持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是极其愚蠢的 我倒不一定是说 你一定跟俄罗斯在一起 形成一种连忙去对付中国 但是你至少使中国 没有力量 或者是俄罗斯也觉得 没有必要和中国 完全地站在一个同盟军 你在这三角关系里面 如果中俄站在一起 它的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中俄是三角关系 彼此之间有合作 有竞争 其实这样一种关系 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 是更强大 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需要外类的力量去加强它的压力 因为中国内部的这种 权贵阶层 已经相当地固化 相当地顽抗 它不仅是政治机器人的问题 而是商业的集团 也是跟权力集团 已经完全牢固地困在一起 加上意识形态 所以这样一种变得越来越艰难 如果毛泽东去世以后 中国由于贫困 有了一种经济的压力 最终推动了经济改革开放方面的一种进展 那一种外在的压力是存在的 但是中国现在虽然经济上有一些某一种危机 但是由于老百姓的勤奋 由于老百姓的聪明 由于老百姓的进取 加上中国有巨大的人口的市场 加上中共领导人 也意识到经济搞不好 对他的政权会产生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中国的经济 要出现崩溃性的状况 那可能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他有了一些经济力量 那么对他的意识形态的保护 是起了某一种作用 所以他在外在垂上压力的情况之下 要中国推动比较符合人民规范的变革 比较困难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有了某一种非敌对的关系 或者至少是敌得不那么严重 那么中共整个国际的外部环境的压力就会更大 在这种压力之下 那么中国更有可能是走向跟文明世界走在一起 或者是开始接近文明世界的某一些标准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变革中间 外在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美国的压力 而美国的压力 如果你同时跟俄罗斯进行对抗呢 你对中国压力就比较小 所以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或者理顺关系 至少不是这么对立 我觉得是必要的 但是俄罗斯搞好关系 不仅是意味着对中国的这种关系的改变 同时很重要的是对欧洲关系 对中东关系的一种改变 因为俄罗斯在东东国家的利益也是很深刻的 所以美国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对于美国在中东的 中东的势力的合唱 尤其是要它打击伊朗 或者是控制伊朗 这会起到比较微妙的作用 那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间 最终会不会背叛伊朗 最终会不会让出它在中东的某一些利益 来换取它在欧洲的东部的抵抗 当北约冬后的这种发展 会不会换取这方面的利益 也换取它在极大方面的全球利益 这是非常值得好玩的一个事情 现在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真是变化多段 各种事情都在同时发生 看一看最近几天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开的 香格里拉论坛会议 你就可以发现 跟去年的味道 前一的味道也不一样 七国高峰会议 集团会议也不一样 当然有一个会的味道 可能还差不多 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因为一切都是在中共控制之中 就是在上河组织会议 就好像是在青岛召开的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会 至少是中共非常紧张地正在筹备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将会透露出某一些信息 就是斯坦这个斯坦那个斯坦 会在中国的国际的板头中间 到底有没有像中共预期的那样 起到一种它势力的扩展的作用 或者是它国际压力的缓冲作用 或者是它经济上的一种严商作用 所谓叫一带一路 那我们再来点点今天就点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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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